我们原来生活特别幸福 可之前他开了个公司以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但他的眼神总让我特别不舒服 是不是我真的配不上他了 一个做老板的女人 到底在情感生活当中 会怎样的飞扬跋扈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6岁来自河南 是名之工 女嘉宾小居25岁 同样来自河南 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 来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好 好年轻啊 怎么就自己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这好厉害 学的是这个专业 然后历练了几年吧 就那样 就自己做了是吧 对对对 这是你女朋友 是的 谈了几年了 谈了三年了 也就是说他没开这家事务所之前 你们就在谈恋爱 是的 我们一直都是高中同学嘛 大学别了以后 又在一个城市工作 一起都是吃饭聊天什么的 然后慢慢长感情 成为了恋人 然后自从都是他一年多 都是创业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给他打电话 不是挂了都是 一天都不会短信 我什么时候不接你电话呀 我不接电话肯定又是我在忙呀 你天天跟我说这些破事干啥呀 他原来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 好温柔啊 他原来时候都不是 他整天有细皮笑脸的 他可不细皮笑脸 他是那种特别温柔的 他装衣服可怜的样子 他其实可怜吗 不可怜 不可怜 好我问问题啊 你们现在在一起吗 在一起 家务都谁干 我干的 所有 所有的 洗衣服 做饭 做饭 是的 打扫卫生 是的 全是你干 是的 他满意吗 不满意 那你说我工作那么累 你干着家务怎么了 你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该做 这有什么呀 不是这事我们该做 我们做了 你还说我们不满意 我们不是委屈吗 然后在家干家务可以吧 然后他还叫到他单位里面 帮他打扫卫生啊 整理文档啊什么的 起来不给他的同事说 我是男朋友什么的 你是在他公司工作啊 不是 都是我不是空击时间比较多吗 他叫我上到单位里 然后帮他忙 做什么呢 清洁工 保洁 差不多吧 然后整理一下电脑 文档 给钱吗 不给 你说你帮我干这活什么了 你费头大耳朵 你干这活累死我呢 哎呀 等于他是老板 你是清洁工 那你见到他怎么叫呢 都一般叫李经理 叫李经理 叫李总 哎呀李总 李总真有派头啊 你的意思就是我需要 哪个大老包 照顾天下 你是我男朋友吗 觉得那有意义吗 你需要吗 我不需要 但是我希望都是他心里有我 我心里一直有你 我感觉我们一直没有变化 那你们在朋友圈 比如说大家出去玩什么 他带你去吗 不带我去 这也不带 有些朋友我肯定会带他去的 但是有些我们行业的朋友 都是谈一些什么 我们工作相关的事情 别逗了 他这个职业听不懂 你说带他去干嘛呀 他就在傻乎乎的坐那玩着手机 带他有啥用啊 不是你希望带一个什么样的去呢 像曲总这样的 又懂财务 又有边儿是吧 不是这意思 只是有些时候 该带他去就带他去了 他每次带我去 他俩一起出去 他都在 我走在他后面 立大点有半米左右吧 啊 你不能跟他并排走啊 好像我跟他在一起和丢他的面子一样 为什么呀 我从来没这样觉得 他自己多想了 那你为什么在他前面走半步 不是依偎着他呢 从来没有过 我这样习惯 我就没有觉得什么 比他多走半步 跟上来不就死了吗 对不对 你们俩逛街不手拉手的 有些时候 可能怎么说呢 习惯嘛 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拉过他的手吗 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哦 那个时候 他是依偎在你的肩上 是的 你们俩这样 你们俩给我两个状态好不好 一个是他没当老板之前的 一个是他当了老板之后的 小伙子过去 他没当老板之前 你们俩怎么逛街呀 一般都这样逛 走啊 这就是当了老板之后是吧 哎呀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呀 原来女人有钱也会嘚瑟啊 那他会数落你吗 有一次 这些客户需要一个合同嘛 他要15分钟之内送过去 然后路上堵车了 30分钟才到的公司 刚开公司的门 他一蹶就要躲到门外面 一脚 把你踹出去了 对 我会清空一下 把你做清空中啊 哎呦呦呦呦呦 你踹没踹吧 我是踢了一下 但是不至于那样呀 对不对 你是怎么踢的姑娘 就踢到腿了 你这老板做的 就可以殴打员工吗 是这样的 当时我就是有点生气 因为满屋子 等着签合同呢 然后就他 那么长时间嘛 那你应该叫闪送嘛 我应该叫他呀 你们公司几个人啊 你那事务所 好几个 几个呀 七八个吧 就七八个人 您就这么大的架子啊 没有 哎呀 厉害呀 那你现在 你老这么帮忙 你那工作 你自己那工作呢 再清闲 你也得去上班啊 我那个工作是可以 上不去下不去的 他跟我说 他是事业的起步阶段嘛 希望我多抽出来的时间 去帮他的忙 啥意思 再雇一个人 不是还要需要费用吗 哦哦 这男孩行吧 我觉得人真好 喜欢吗 我感觉我没有变 今天是他嚷嚷着飞着来的 本来我感觉 在鸡毛上 有什么呀 我觉得没什么 你还觉得没什么 对 他照顾你照顾的好吗 说句实话 还行 还行 你觉得你照顾的好吗 照顾的好 你怎么没想着 你专职 你就伺候他得了兄弟 我不敢这样 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都是 我上厕所玩了 十五分钟嘛 他在一个店里面 就买了一杯南瓜粥嘛 他一看见我非常来气 拿着南瓜粥一下 坑过头上了 然后村头叫嚼 全部都是南瓜粥 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就是准备去参加 一个朋友的婚礼 他结果去 为了今天半个小时 还没出来 婚礼马上开始了嘛 但我特别着急 特别生气 他出来以后 我比较生气嘛 就拿南瓜粥 然后朝他挥掉一下 没想到南瓜粥就开了 就倒到头上了 这事情不是故意的 我已经给他解释过 也给他道歉过了 但是他什么表现 他就直接不理不哼了 就走了 结果就我自己 去参加那个朋友婚礼了 特有面子吧 没带一个笨蛋去 多好啊 并不是说我不陪他去 全身都是南瓜粥 他非常爱面子 我要这样再跟他一起去 然后我都感觉 哥们你今天来这 是干嘛来了 你告诉我 他要给我分手 这么好的男朋友 你要分手 是的 你还不舍得分啊 是的 哎呀 为什么要分手呢 我说话他特别敏感 就是有些话 他听着就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生气了 比如呢 比如就是有一次 他去帮我洗车 主持人想接着我吃了 我在那面前都不敢提吃 因为有一次不是下碗鱼 那个车非常脏 停在外面 然后刚到骑车店 他给我打电话 等我见哪车了没有 我说 我说我在开车呢 还不是等我说完 都是 劈头盖脸的 就我说了一顿 然后放一句狠话 跟我说 以后你要有本事 自己买辆车 不要开我的车 当时 约个客户 要去见客户 他把车锋开走 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然后我就急忙忙 赶到楼下 没有发现车在那 然后就是我打电话 问他了嘛 我这人本来就大大咧咧的 这个你也知道 那我随口说了一句 你就放在心里了 我觉得你太小心眼了 你是大大咧咧是吧 对 一会儿我说你什么 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行 你都能包容 对吧 对 你说的啊 一会儿再说 我有点绷不住了 你还不想分手 是的 完美恋爱的三娘 走过来风风雨雨 很多事情 无论家庭变故 什么家庭变故 两年前 都是 母亲不是重病吗 去世了 然后他一直都在我身边 一直开路 你还挺念旧的 他不是会喜欢上别人 所以要跟你分开吗 反正我现在 都对他有一种怀疑 有一次都是 他回来特别晚 我想都是跟他做个饭 然后放到饭盒里 你又送去了 我给他送过去 然后你发现了什么呢 当我开根 他办公室门时候 发现他给了那个合伙人 头对头 不知道在干什么 头对头怎么办了 我们头对头研究一个数据 有什么问题 不不不 我觉得研究数据 头对头肯定是研究不了的 你这个 九 我在这边看是九 我从那边看是六 我并排还有可能 他当时什么表现 他当时把饭往那一针 然后扭头就走 我和我合伙人 这多尴尬呀 这事儿 你以后让我们怎么合作呀 那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们是合作伙伴 哪有什么关系呀 不是因为你爱上了别人 你才不要他 才抛弃他 是这意思吧 不会 不是 这都讲了 好好好 你跟我说 你为什么这一年多 当了老板以后 变化这么大呀 就是看他这也不顺 也那也不顺 为什么呀 没有啊 我觉得我很正常 那过去两年多 不都挺好的吗 对 那你告诉我 这一年多发生了什么 你觉得这个男人 一定要扔掉他呢 我现在就是工作比较忙 我希望他能理解一下我 那你希望他怎么理解呢 家务不都做了吗 人家除了干一份工 还跑你那打工 也没问你要钱 你希望他怎么理解你呢 就是我工作忙的时候 我希望他不要打扰我 对吧 像我们做素质这一块的 尤其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以后就别给人打电话 不行吗 那有时候 然后一天都没有电话 没电话就没电话呗 然后我不知道 你没朋友啊 我有朋友 你不跟朋友们玩玩吗 但是有时候他有事的时候 我发短信我都得去干 我明白了 就是这个女生对你 你希望的是朝之即来 挥之即去是吧 还行吧 反正也不是这样吧 听明白了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彼此在内心当中的定位发生变化了 这个特别可爱 特别萌的这个男朋友呢 还是把你当成女朋友 但是我觉得可能从你的内心当中已经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助理 小下属 而且还是不用付费的那种 其实你在内心当中对他的定位已经不是男朋友了 刚才你提出了这个什么分手的理由是什么小心眼啊 猜疑心太重啊 老给你打电话啊等等等等 那要是换一个曲总这样的 天天给你打电话 老说你怎么跟那个合伙人头对头呢 我估计你心里没死了 说我男朋友多爱我呀 多重视我呀 我觉得可能你在内心当中对这个男生有一种一边享受着又一边嫌弃着的这种感觉 跟他在一起吧 你觉得确实没有一个男人像他那样无条件的顺从我 照顾我 但是以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和他的能力 你确实有点瞧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吧 就太容易得到的东西 这个人太容易答应我任何的要求 他也会不够重视你 所以我建议这个男生 这个小伙子从现在开始学会拒绝 学会说不 他给你打电话让你去送货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现在在工作 你确实是在工作 他公司虽然只有七八个人 但是至少还是有其他员工的 他没有发给你工资 这位李总你就不应该受他的差遣 你只要做好一个男朋友就可以了 你别老想着我要给他当下手 我要给他当助理 我要给他当员工 那样只会让这个女生更加的瞧不起你 至于这个女孩子 你会发现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越是亲近的人 你会对他越不注重礼貌 你也不会在乎他的尊严 就是一盆粥倒过来 你会觉得我生气吗 因为咱俩关系好啊 我可以任性啊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他对你好 但是所有人的好都是需要回报的 如果你不能给他更好的一个未来和回报的话 就不要老享受着那种别人对你的照顾 这也是不公平的 女孩变心了吧 没有 以前是这么对你男朋友吗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 你难道都不知道自己的变化吗 都感觉不到自己那份心已经变了吗 你在公司里不承认他是你男朋友 但凡有跟业务相关 公司相关的事情 见客户啊 公司从去出去啊 你不带他 开始我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 哦 原来你跟你的男合伙人头碰头了 如果说你心没变 但凡对这个男人还有爱意的话 怎么可能当众侮辱他 你对他的称谓肥头蛋傻了吧唧 这是爱称吗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怎么说怎么闹都行 但是在公众的场合 你这么侮辱他 而你对他简直连员工都不如 让他去当快递 晚了还要踢他 你这是对自己的爱人吗 从这种种细节当中能看到 你对他有丝毫的爱意吗 所以如果心已经不在了 你就坦白的跟他说不好意思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人了 光明磊落 没有人会责怪你 因为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 就一定会永远在一起 因为你们现在走的路已经不一样了 希望明确地告诉他 好吗 男孩 我们能不能做得像一个男人 有骨气一些 你现在做的种种的举动 都在试图挽回对吗 要让一个女人真正地跟自己在一起 或者说被自己所吸引 要的是什么 自己得先是一个独立的 有个性的人 你看你做的这些事情 有个性吗 你为了这个女人放弃自己工作 我相信自己工作也不会特别好 因为你随时要听她的使唤 你也没有自己生活了 没有朋友了 因为什么呀 你随时在等她一个电话 你想要找到她没门 我们坐下的人还有意思吗 况且爱情不是说你努力 你想要就能得到 对吗 你做的已经够了 你做了很多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了 不要去做了 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我相信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的编导一定会收到很多的电话 都是女孩 单身的 都是要你电话的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侯老师 当一个男人的母亲去世 她的女朋友或者是妻子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就成为了她另外一个母亲 或者是生命当中重要的女人 李总倒是像一个慈母的样子 始终面带微笑 但却心狠手拉 我觉得男生之所以离不开女生 除了一方面性格懦弱之外 可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两个人在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而性格懦弱的人往往不敢于首先去放下这一切 其实在你那些员工面前 你只不过是可以发工资的一个老板 在你的合作者面前 你只是一个合作者 谁也没有把你狠当一回事 而这个男人之所以把你当一回事 之所以对你好 不是因为你是李总 不是因为你有公司 是因为你只是你 所以他对你好 所以才把你当个宝 所以不要太自以为是 英国前首相 撒切尔夫人 是一个著名的铁腕手段的女强人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在长达52年的婚姻当中 和自己的丈夫感情非常之好 从新婚姻儿开始 她就养成了每天早上给自己的丈夫做早餐的习惯 即便是在做首相的时候 她依然履行了一个在家庭当中 一个女人应该做的责任和温柔 你不爱她可以 请不要羞辱她 你不爱可以说在线 你也可以不必有愧疚 是谁给了你权利去羞辱一个对你这么好的男人 给别人留点自尊 给自己留点自尊 你要走可以没有关系 那都是你的个人权利 但是你没有权利去羞辱她 不要把你的社会地位和所谓的财富地位 带到家庭当中来 不要觉得自己扔了两个钱 赚了两个钱就不得了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我敢说所有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 几乎没有任何两个夫妻 他们的地位或者是收入会是那么的相同 那么如果他们也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地位来标榜自己在家庭当中的权利和地位的话 那个家庭就不再是家庭 男生我就不想多说了 你就是这个性格 你可能是太过于的困顿在过去的感情幻想当中 你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 这个女人已经变了 她不一定有外人 但她显然已经变了 我想象不出有任何一个妻子会在公众场合这样羞辱自己的丈 她哪怕是在家里让你跪搓衣板都可以 但是在外面 她这样对你的羞辱 其实你在她的心目当中早已经没有了地位 你应该学会自己尊重自己 对不对 核心词就一个嘛 尊重嘛 这个我觉得是最基本的 没有尊重什么都不谈 好吗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我都希望都是我们能回到从前 然后这三年 你确实陪我走过了很多的 我过不去的坎 我现在自然给不了你 跟你一样 一样那么能挣钱怎么样 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我真的非常爱你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 只相信我什么怀疑我 我感觉我一直都没有变 变化只有你的心 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感觉看看我们适合不适合 好想哭了一遍 气死我了 你先回去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我的后面前 天明 回去吧 这待着啊 来 请关门 见过欺负人的 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 是吧 最后那话说的呀 我没变 只是你的心变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来 人男生明白了 来来来来 李总 面对对面空空的门 你有什么感受吗 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前男友说吗 我想说对不起 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呀 我不应该这样吧 就是人和人之间吧 确实老师们说的很对 咱们说句掏青窝子的话 反正男生已经走了啊 现在可以不用顾及他颜面了 你确实没变心吧 没有 你心里还有他吧 就是自己有点膨胀是吧 算是吧 你离开这个现场 你会再去追他吗 我会去追他 你这个男人 这个飞头大耳 对我什么好啊 你追他 其实他 天之还挺好的 对我 你真喜欢他 对 心里还是爱着他的 我跟你说 其实一个人不怕犯错 要勇于认错 你这样 你大声的说 你说亲爱的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我求求你了 你回来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对你这样了 也许他就回来了 你试试 亲爱的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特别对 我 我会改正的 求求你回来 还没说 哎呦 他说求求你了吗 他也没答应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他没说具体怎么做 你先亲他一个 亲一下 亲一下 哎呦 好好珍惜 可以吗 李总 行吗李总 行吗 李总我问一下具体的事 就是如果 男朋友再去公司的话 怎么介绍啊 还用介绍 这节目都播了 都播了 我跟你说 最简单 你在去那个公司的时候 你就贴一条 请看某年某月的爱情保育站 有李总的情感故事哟 哎 前公司人就哗就都看了 来 两位站到中间去吧 来 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掌声有请 李总 李总 能对她好吗 对 真心对她吗 是的 好吧 我们见证属于她们的浪漫时刻吧 亲爱的 嫁给我吧 好 来吧 麻烦站在这儿来 我们有礼物要送哦 成功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幸福游的大奖 这是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一个旅游的代金券 你们谁喊开始谁喊停呢 你说吧 开始 停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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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怎么算呀 一等奖吗 三千吗 小胖 多少钱 两千吧 三千加一千 就是他特别实诚 特别老实这孩子 拿了你准备怎么用啊 给他嘛 给他呀 那好吧 恭喜你们获得了价值一千元的旅游基金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两枚请回 他要给他 好 咦 对 对